你怎麼確定就是她了 你說 就是這麼多人 然後決定是這個女朋友 對 就是正任女朋友 就是好 以後不會有更好的人 對 這個moment 你要跟這個person結婚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宣頭 歡迎回到我的談話性節目 頭頭是道 小時候的你是否曾想過 自己要28歲結婚呢 結果一黃眼才發現 已經67歲了 還沒有對象 這時候是不是只能感嘆 人生好難 還是只能苦笑呢 我覺得感情跟婚姻真的是 這世界上 整個人生中最困難的事情了 因為他不是你努力 就確定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來聊聊 求婚這個主題 今天邀請到來賓 是我大學時候的好朋友 Billy 讓我們一起歡迎Billy 哈囉大家好 我是Billy 多虧你耶 我才有機會談這個話題 真的嗎 為什麼 你覺得我跟求婚 這個大家這樣關心嗎 好像也是 一直在 求婚旅遊 好像比較少一個問題的機會 是這樣嗎 對 今天呢我們的主題是要聊 求婚這件事 特別邀請到你來 所以就是由你來跟我們分享 OK 沒問題 好 我先說一下 這部片 因為Billy要求婚了 而且當你們看到這部片的時候 就代表他已經求婚成功了 所以如果沒有過後 他就是失敗了 我就開始聊求婚這個主題吧 所以話說回來 我覺得你真的有點太早結婚了 真的很早嗎 我今年大概 26歲 這樣算很早嗎 我也是啊 你也說 對 我們也說都是26歲 可是我覺得 26歲結婚 對我來說 我個人不覺得算早 但原因是因為 其實你自己去算26歲結婚 那比如說我26歲求婚 那我可能是27歲結婚 那我就有可能是 比如說我新冠夫妻 過一年的新冠夫妻生活 然後再過一年生下來發育 等到我真的 小孩出生的時候 也許都已經快30歲一個階段 所以對我來講 如果 一小孩出生年紀來算的話 30歲可能是 我想要我小孩出生的那個年紀 所以對我來講 我反而覺得 其實不算很早 是喔 所以你26歲求婚這件事情 是你計畫好的 其實也不算計畫好的 因為我女朋友跟我說一句話 如果我在27歲生日之前 沒有嫁出去的話 我就跟她結婚 就是這種 有點低婚的概念 沒有 開玩笑啦 就是 就是女朋友當然是 希望說可以早點結婚 結婚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衝動 到底是不是需要一個衝動 我覺得這個問題有一個 比較像反雙面的答案 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衝動沒錯 但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感覺 感覺的意思是說 就是 我今天跟這個人相處的時候 我如果跟他相處覺得很自然 然後覺得 它是一個適合跟我走一輩子的對象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這個感覺都有 那我就想做這件事情 那至於要去實際執行求婚 或是結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就需要一個衝動 就你覺得這個對象是 可以在一起一輩子 它是一個感覺 但求婚前也是一個衝動 相處的習慣 我覺得我們的價值觀是蠻雷同的 我就覺得說 這個人我應該可以跟他 做一輩子 對 就是一個評估的感覺 但是真的要求婚 你還是需要一個衝動 對真的需要 因為像我身邊其實有很多 朋友跟同事 他們都是結婚很久了 但是 但是一直都沒有一言客 也沒有求婚這個動作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你說已經求婚很久 還是結婚很久 已經結婚很久 小孩都生了 但是就是沒有結婚的意思 也沒有求婚的意思 我就很好奇問他們說 為什麼 你們不會想做這件事情嗎 然後他們給我的答案都是 他們想啦 可是已經過了那個 那個衝動已經沒了 去執行這件事情的動力已經沒有 感覺好像很平穩的 過自己接下來的人生 對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 我再次想不做這件事情的話 會是一輩子有點可惜的感覺 現在這個時候該做這個事情 就要去做 對 接下來這個問題 就是你怎麼確定就是她了 你說 就是這麼多人 然後我決定是這個女朋友 對就是這任女朋友 就是 以後不會有更好的人 對 就是這個moment 你要跟這個person 對就是girlfriend 就是談這題之前 我想要先提及一件事情 因為我想要講的是一部劇 然後那部劇對我的人生 算是有蠻大的影響力 是你之前推薦過的那部嗎 對就是我之前曾經推薦過 全頭一部美劇 叫This is us 然後他其實就是在講 一個家族 Piersons家族 然後他們發生 家族發生了所有事情 裡面就提及了 比如說 父親跟兒子的怎麼相處 然後夫妻之間的怎麼相處 然後 兄弟姐妹之間的怎麼相處 真的超好看 但是我其實沒看完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每看一集 就會遞哭一次 然後真的太累了 我那時候在加拿大的時候 就是一天再看18集 18集也太多了吧 就是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就真的太想哭了 就真的很感動 是感動的那一種 然後又很真實的一部劇 所以看完真的是有夠想結婚的 好你繼續說你繼續說 就像薰頭講 看完真的會很想結婚 而且你會很憧憬 那樣子的 生活 家庭生活 就是你會覺得 天啊就是 雖然他們過得很辛苦 然後有些主角的秘密又很坎坷 可是你就會去想經歷那些人生的一些酸甜苦辣 我其實要講的是 我看完這部劇 它帶給我一個影響 就是原來 家庭生活是可以這麼的多彩多姿 人生之中沒有去體驗這件事情的話 你一定會覺得 錯過了什麼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部劇影響我對於家庭的 或是婚姻的一些觀念 那導致於說 我其實會很想要 早一點去擁有 組成一個家庭 很多原因是因為這局 就是這個人啊 就是為什麼會決定 就是現在這個女朋友 應該是說 這個劇裡面的 家庭的觀念 跟夫妻之間的觀念 我跟我女朋友看完的結論是 我們都蠻認同他 一致的 對就是 家庭觀念是一致的 我們有聊過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難的 原因是因為 現在想要早點結婚的 年輕人真的不多 大家都其實都 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有很多想要完成 就完成的夢想 可是我 我跟我女朋友就有一個共識就是 我們想要早點組成一個家庭 這次主要讓我認定就是這個人的原因 那一些生活中的草鬧 有沒有覺得會對未來有影響 生活中的草鬧 對啊 有些吵架會吵到 你覺得真的會走不下去的那種 有過往嗎 一定有過往 因為其實 男女朋友在一起 難免一定會有一些 生活習慣上的不同 像我跟我女朋友是同居的狀態 然後同居一定會有一些 比如說做家事啊 然後誰的衛生習慣不好啊 或是要規定什麼時間點 一定要做什麼事啊 然後回家報備什麼的 然後就會有 舒服之類的生活上的摩擦 可是對我來講 這真的都是小事情 因為 坦白講我不會因為 跟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真的想他非常多 然後我就不想跟這個女婿走下去 因為 我們不是因為這件事情有在一起 不是因為他 牙膏都會從比到幾 他就從來有宅在一起了 我不會因為這個人家庭做得特別好 所以我想家庭 這有道理 有道理 OK 好耶 好什麼 第三個問題就是 那你覺得 以男生的角度 你要去做求婚這件事情 必須要具備哪些條件 因為二十幾歲的男生求婚算是 在台灣社會下偏早的 台灣平均的男性 第一次結婚的 那個年紀大概是都在什麼時候 然後結論 男女不一樣 男生是平均31歲 女生是平均28歲 所以以我26歲來講 確實啦 遭了大概5年左右 對算是遭的 你覺得是什麼條件是必備的 以男生的角度 通俗的我就不講 比如說經濟條件啦 然後又購愛對方這種 就先不提了 對來講其實有兩點啦 那 第一點的話我其實會覺得是說 工作指揚的發展 跟你的 你有沒有夢想這件事情 怎麼說 因為其實 如果你是一個 你的夢想跟目標是很明確的 譬如說像你 可能 我就隨便講 也許你的夢想就是 你想要環遊世界 那可能以一個 穩定的關係來講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沒有辦法支持你做這件事情 譬如說 要有小孩 他不可能環遊世界 那種兵養育小孩 這件事情聽起來有點遙不可及 所以如果 你的夢想是 沒辦法跟家庭共存的話 那我就是覺得 結婚這件事情 對家庭來講是很遙遠的 那再來點就是 質疑發展 譬如說去國外工作的 或是去國外念書的一個計畫 如果你有這樣的計畫 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不適合 馬上發展這樣子的結婚的關係 如果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工程師朋友 那他其實 他的夢想就是 去國外 替很厲害的科技軟體公司上班 那他其實現在有女朋友 他那天就問我 句話一遍 為什麼 你可以現在就馬上結婚 我馬上去訪問他一句 你的夢想是什麼 他就說 我可能就是要去 國外的 比如說Facebook 這樣很棒的科技公司工作 那我第一句問他就說 那你的女朋友怎麼辦 然後他就沉思了很久 他就跟我說 好像 因為他的工作 好像就不適合去國外工作這樣 然後 我就跟他說 那答案結就出來了 我對於職業工作上 並沒有說出國工作 或是去出國念書這樣的計畫 所以我就沒有這樣的包袱在那邊 跟限制條件 所以我覺得 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那接下來 我就是想要問 比較實際一點的 你的求婚的準備的過程 準備的過程 我很好奇 你好奇什麼 我好奇 求婚就真的是男生一手策劃 我覺得 就是你 完全沒有 透露出一點蛛絲馬跡給女方 我覺得我的狀況比較特別 因為我 我其實 全部逆著來 逆著來 逆著來意思就是說 我跟女朋友 一起去挑專家 一起去挑婚紗 一起去挑戲品 但我還沒做求婚這件事情 這是有人教你的嗎 沒有 還是你就是自己想要這樣 我們亂來 喔 但這樣就沒有求婚的那個驚喜了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 像我女朋友是一個很喜歡 浪漫的事情的人 所以如果你給他一個 驚喜 還有浪漫的一個環境 然後去做求婚這件事情 我相信他還是會很開心 不會因為 我已經知道我們要結婚了 但就只差求婚 只是差你一個求婚這個儀式 對 那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求婚的過程嗎 準備求婚這件事情 好可以 求婚這件事情 一開始 算起來我想過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就是去宜蘭保東 然後就找比如說很好的朋友 然後他很好的朋友 然後一起就是 有點像辦派對的感覺 然後就準備一個很浪漫的環境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 第一個朋友時間很難巧 因為如果要住宿的話 可能就要過夜 然後第二個是很棒很漂亮的 真的就超貴 那你是想的都是要找一些 性同好友來住正的 沒有人就是只有單獨兩人的時光 這種方案嗎 我其實覺得兩個人蠻尷尬的 所以你是覺得兩個人是尷尬派的 因為有些人是覺得 一堆人來尷尬死的那種 對 但是因為其實我跟我女朋友 其實有討論過 求婚那些話題 他是透露出他喜歡 異學人的 對比如說他就看到某個明星 或是某個朋友說 啊求婚怎樣怎樣 比如說我想要 不要太多人 然後有性同好友 但是絕對不要 重要人在 重要人在就好 OK 就是要收集一些資料 真的 你平常日常生活上 只要透露任何點訊息 你就不能LOG掉 你要把它記住起來 第二個方案呢 第二個其實是 我覺得也算老梗 但我覺得很多女生都很喜歡 就是 電影院保障求婚 我知道這個梗 但是我覺得不會算老梗 我覺得還蠻帥的 然後影片是播你們自己的影片 對就是剪我們自己的回憶啊 然後 申請告白之類的 然後為什麼我後來沒有選電影院的原因 是因為我甚至都跟我的 對 也不算是疫情 我甚至跟我同事已經要到那個 博冰電影院的窗口 問號他有多少錢 然後他其實你去電影院求婚 他其實就是包場 包場意思就是你把那個 所有的座位都買下來 影廳下的 所有座位用團體票的價錢買下來 但我後來就回去反思一言的事情是 花這麼多錢去買那些座位的票 我其實不是花在我女朋友身上 我就是買那些座位 然後可能 100個座位我頂多找個 二三十個朋友來 那剩下七十個座就是 錢都是附助流水調 你就有分析了 不然我經驟很感人的話 會不會很浪費錢 所以我後來就又打笑了這個年頭 去想想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好 最後就要講到第三個方案 第三個方案就是 我準備要去執行的那個方案 就是我在YouTube上面 就看到有些人是在餐廳裡面求婚 那餐廳求婚聽起來很普通 但我看到的人像是在分享 餐廳裡面有一個 警官教堂 警官教堂很漂亮 看到的時候 接著一天就想說 哇靠 為什麼台灣有這樣子一個 這麼漂亮的教堂 存在一間餐廳裡面 然後我就去google它 我可以講嗎 可以喔 這間餐廳就是 巴黎水灣餐廳 沒有業配沒有業配 沒有完全沒有業配 就真的是我覺得很讚 好 那這間餐廳它其實專門是拿來給人家做求婚 跟結婚包廠專用的 就它有一些 比如說求婚的專業人員會跟你討論流程 然後求婚怎麼樣做比較好 然後會跟你常看 會幫你 甚至還有人 就是幫你處理做的事情這樣 就覺得喔 其實這個東西 蠻適合求婚新手 因為大家都是新手 求婚新手 實在是求婚老手嘛 所以最後就選擇這個第三個方案 對 而且我 但我其實不是當下馬上知道這個東西 我就決定了 這件事有點搞笑 有一天我就找到了這個餐廳 我就回去 我就回家 我就跟我媽她講說 欸我最近看要求婚 然後我找了一個餐廳 我就要出問 回家就如舟 所以我媽就說 那不然就馬上去看啊 然後就我們 我們兩個就摩托車騎著 就直接衝去那邊 然後她 超熱血 對超熱血 到了現場之後 我們就真的去點餐來吃 然後就去看她裡面那個教堂 就覺得環境很棒 然後當下就直接去問了 然後就直接給她訂下來 喔 對 前前後後花了多久時間 你說常看家吃嗎 還是 有求婚這個想法 到你真的下訂這個第三個餐廳 其實 從有想法到真正最後下訂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其實還算蠻快的 嗯 真的耶 所以就是 表示你在 七月份的時候 還沒有求婚的想法出來 所以八月份就出來了 對 八月份就出來了 我們拍影片就是九月份的時候 對 你看到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十月份的時候 對 OK 那我想問 求婚你準備了多少錢 你說預算是多少錢嗎 對 然後跟你實際花多少錢 我覺得求婚最大分 你花費的金錢 可能最大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婚戒 你一定要有婚戒才能求婚嗎 對 所以婚戒是其中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看 你想要準備什麼樣子的場地 或者是什麼樣的經濟 主要的價錢 會分在婚戒跟場地這塊 那以婚戒來講的話 我自己是買 亞歷斯這個品牌的一個婚戒 可以有沒有 沒有 我剛前面講到就是 我光臉朋友其實是 已經知道要結婚 而且我們還一起去看婚戒 所以其實 婚戒這件事情是我們兩個一起決定 他喜歡什麼款式 然後預算多少 是我們兩個一起討論出來的 然後最後就買了一個 我覺得算蠻典雅的一個造型 然後是美國經的一個街坦 對 大概價錢可以 可以復活一下 可以可以 價錢的話 三萬五千塊 很detail 很detail 我其實原本以為 鑽戒這個東西是 16位數的一個 所以三萬五千塊 一定是 你覺得便宜的 就是我現場去 不管什麼 什麼日新品牌啊 或是什麼台灣品牌 我覺得其實蠻便宜的 我有點重套的感覺 然後第五份就是場地 然後我剛剛講到那個 搭理水丸的那個餐廳 那個教堂 對 它其實是一個求婚專案 求婚專案自己往上 然後因為其實我會請一些 親朋好一起去 動向盛舉 我也有去喔 對他有去 然後就是 他請完餐廳 所以他的套餐價格其實還蠻高 他一個人的地價就是一份套餐 一份套餐大概八九百塊 然後我找了 大概將近 二三十個朋友去 所以其實也是 一筆不小的數目啦 總體來算大概就是又花了 這樣子 所以求婚來講 賺借加求婚場地 大概就是六萬多塊錢 所以一整場一下 好那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如果 鏡頭前的各位想要求婚 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呢 對男生來講 通常都是男生求婚 對於男生 各位想要求婚的話 我覺得 第一個一定是 你的準備時間要很充足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想要辦那種很稀花的 比如說店員啊 餐廳那種的 求婚場合的話 你一定要提早去訂 因為那些通常很棒 或是真的很專業的場地 都很難預約 場地真的要提早地 場地真的要提早地 所以第一個建議 我會覺得 如果你有想法 早點先去想好你的場地之下 你先去找 你可能物色好的項目 不要猶豫就直接先訂起來 不然你真的會活活一輩子 第二個建議的話 其實就是 你真的要去想好 為什麼你想要跟這個人求婚 然後想要幫他走一輩子 因為你在做這件事情 的當中的時候 你會去反思自己說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像我在準備的當中 最尷尬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準備的當下 不能跟你女朋友參加 那你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為他們做這件事情 但你還不能半途而非 你知道嗎 就是 如果你有信念夠強 或是你已經很篤定 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做這件事情 就會特別有動力 然後 你會覺得這件事就十年一輩子 我一定要做到 不能夠半途而非 機關吵架也會通嫁 這樣 對 那真的是強大的愛 對 強大的愛 你真的成長很不一 真的假的 我一直剛才就想講 我們從大一就認識 大一其實也八年前了 不是從八年前看到他 就是一個過程 那這八年之中 就真的是看你從一個 高中剛畢業的屁孩 真的有刷 刷掉 刷掉 到現在 真的成長很不一 不得不說 我覺得就是 好感動 想哭了就是 好感動 我覺得就是 因為經歷不同的感情 會 學習到真的不同的事情 然後 我跟現在這任女朋友 她給我很多 一些新的觀念 因為講白天我以前是一個 很不會作假式的人 凡是就是自我中心 然後我不會先替別人照相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也跟工作也有一點關 就是出手 然後動的一些人情世故這樣 所以你會對你的感情 會有更強負責任 或是更有責任感一點 對啊我覺得真的 出手也是有差 從男孩到現在 真的是跟男人那樣子 有嗎 有男人有男人 有有有 戒指都挑好了 真的 推薦大家 亞歷斯 不是因為他們家戒指真的蠻好看的 真的喔 好的 以上就是這一集求婚的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 非常謝謝Billy今天來我的頭頭事道 多虧Billy 我才有機會聊到求婚這個話題 不然這對我實在太遙不可及了 根本就聊不到 謝謝你 這次跟我們分享太多了 對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按一個喜歡 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最後我要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頭頭事道 會邀請不同的來賓 如果你有想要聊的話題 想要聊的故事 就歡迎寄email到我的信箱 我就可以邀請你做到我的評論 頭頭事道等你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然後求婚這個細節 這平常我挺本的耶 就是真的要去做了 然後在那邊想 會把我接著很多detail 然後 也希望大家可以參與好 對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 享受一下自己的 求婚禮 感覺